誒呼 誒德哥你看 自從4系列取代3系列Coupe之後 這麼漂亮的造型 還有超過400匹的動力 可以這樣咿咿甩尾 雙門跑車 這才是年輕人喜歡的車款啊 傻小子有一天你會發現 買車不是為了自己 還要兼顧家人的需求 像這樣的四門房車才能滿足家人 可是它這麼大台 夠好玩嗎 而且我有時候還想來個燒台起步 做不到吧 B&W的房車不只造型帥 而且它的四門車款 它一樣兼具配重 所以同樣很有駕馭樂趣 年輕人不要整天只想著 燒台起步 可是 真的有一台車可以兼具它的實用 和它這麼漂亮的造型嗎 有啊 門口不就停一亮嗎 我們今天試駕車款是一台很特別的車 你可以說它是變種GT 也可以說它是轎跑車 但對於老一輩的人 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轎車就轎車 跑車就跑車 什麼是轎跑車 事實上轎跑車呢 可以算是新興物種 因為就像我剛才提到它是變種GT 因為它的外觀看起來像跑車 但是又有四個門 可以達到房車的便利性 我們試駕的車款呢 它是430的Grain Coupe 你光聽名字 你就覺得這台車很牙皮 的確它的造型真的很跑車 而且很動感 它是採用五門鞋背設計 它的樣貌呢 比三系列的房車低了三公分 而且更寬更圓 它整個融合起來的線條 就像一台跑車 它還不是一般版本 它是M Package的特色版 那除了它的外觀 多了空力套件 所以看起來更帥氣 更髒狂一點 而且它的輪圈是採用 19吋的專屬鍛造輪圈 上面一樣有M Package 所以給我的整體感覺 就像穿著西裝的運動員一樣 其實從這個世代的F33系列 F32 4系列 到今天試駕的F36 它的內裝質感其實已經比過去 這個上一代 也就是1992的世代 質感要好許多 那我們試駕的車款 它的跑格又更鮮明 譬如說它多了三幅式的 跑車方向盤 那它的座椅 雙前座椅是採用DACOTA 真皮包覆的跑車座椅 以我的身材 坐在裡面 我覺得它的腰靠 好像是為我量身定製的 那個包覆感真的很強烈 而且它的腿靠還可以伸展 它在安全性的忙碌上 一樣很到位 除了我們知道它有DSC 動態穩定系統 跟這個6G SRS輔助氣囊之外 它還有一個追撞預警系統 追撞預警系統就是 當你時速70以後呢 它偵測到前車緊急煞車 或是有障礙物的時候 它會預先幫你輔助煞車 同時呢 以聲響提起駕駛者 那還包括有盲點偵測跟車道偏移輔助 就是你在沒有打方向燈的情況下 當然這是你在快速道路 或是高速公路的情況下 那你偏移車道 那它方向盤會出現微微的震動提醒你 那同時後車有經過的時候呢 你在沒有打方向燈的情況下 一樣想要換車道 它一樣會用同樣的方式 來提醒駕駛者 以避免發生碰撞 像我們剛才提到是屬於 智能安全輔助的部分 那包括它的iDrive 已經進入了第六代 就是讓這個資訊顯示系統 它的功能更強大 而且它搭配它的中文介面 其實你在操作上 雖然是使用排檔座上面的轉排 但是使用上的便利性已經大幅增加了 那我覺得比較實用的部分 包括BMW現在在強推的 Cognitive Drive 也就是智慧物聯網的部分 因為它可以提供像道路救援 比如說你在偏遠的山區 可能爆胎或是發生意外 這時候這個系統就可以拍上用場 那還有比如說我需要約會 但是我不知道附近有什麼餐廳 你也可以藉由這個系統 來幫你進行定位 可能很多人會質疑 像這種跑房車 它的後座空間表現 會不會比房車來的差 事實上以我179的身高入座 我覺得差不多 沒錯它的後座造型 雖然會遷就於它更低寬的設計 但是我坐在裡面 它的頭部空間表現其實 還有一些餘裕 那再加上它的軸距 其實跟三系列的房車一樣 超過2米8 所以西部的空間表現 可以說是完全相同 其實在幾年前BMW掛上三菱被舉 它還是採用3.0升的NA直列六缸自然進氣引擎 那這具引擎讓人家喜歡的 無非是它田一的升浪 而且那個拉高轉速可以直上7000轉 轉速反應又很快 那這樣現在當篩型的浪潮下呢 餘律換上了2.0升 直列四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但是它的渦輪增壓器是採用twin skirt 也就是它在四蓋上寫的twin power 那這具2.0升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呢 它把過去像自然進氣時期 大家耳熟能詳的double venus 也就是進排器連續可變氣門機構 還有包括wavtronic 可變氣門陽城這些機構融合在裡面 再結合它的twin skirt 也就是twin power的渦輪增壓器 所以說它的引擎轉速反應更快 而且拉轉除了快以外 它同樣可以達到7000轉 那炸出來的馬力又比過去3010期要來得更大 以今天試駕車款 它的最大馬力可以達到252匹 原廠宣稱它0到100的加速 可以在5.9秒達成 這台車不只在四區會讓你覺得優雅 它在山道上或賽道上你開起來 會覺得這台車真的是好車 因為它35.7公斤米的扭力 它可以在1450轉釋放到峰值 而且它的8.8吋虛擬儀表 它會隨著不同的行車模式變色 那聲浪也會變得不一樣 那最棒的當然還是它的底盤設定 它的懸吊結構呢 是採用前類似雙A背後多連桿的懸吊結構 而且是鋁合金擋造 那再加上它有均衡的配重 尤其以這一台FR配置來講 它的引擎已經重心故意擺在前軸後方 所以說有點像是前中置的設計 那這樣設計最大的好處當然就是說 你在劇烈抄架的時候 它的慣性影響其實是很微幅的 你的駕駛者你坐在駕駛座 你雙手握著方向盤 你是可以預先去掌握它 而且它開快時候 它的彎道指向性依然很棒 尤其你把它切在Sport Plus的時候呢 它的循跡會自己關閉 這時候它開起來的路感反應 會讓你覺得更具輕益性 比如說你在路彎的時候 你用Trade Brake的方式路彎 就是略帶煞車的路彎 你會覺得我那個轉向精準度極高啊 而且你甚至提早出彎補油的時候 車尾會越為滑移 所以還是能夠提供你一些駕馭上的樂趣 那如果你對你自己的技術感到十分的肯定 而且覺得很驕傲 這時候你可以大膽的把DSC直接關閉 只要提早出彎補油 就是在方向盤上位回震的時候 提早出彎補油 這台車的車尾還可以進行滑胎 讓你享受臨界點的駕馭樂趣 裝上了M Package的430 Grey Coupe 它的造型又低又寬又圓 真的是很漂亮 它同時兼具了跑車的美型 還有房車的實用性 其實這樣的設計的確是很特別 以285萬元的售價 你除了買到它漂亮的外型以外 還有它的動力表現雖然換上了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但是任何可以榨出大馬力的科技配備 它完全用上了 可以說是一個很精緻的動力搭配 而且我0到100加速實測喔 在Sports Buys模式下 它彈射出去其實只花了6秒 算是性能相當強悍的 所以說整體來看 我覺得這台車的感覺真的很棒 尤其可以吸引雅皮 而且還有時尚人士 當然還包括喜歡開車的朋友 那嚴格來講我發現 它的iDrive系統 雖然已經進入了第六代 功能很強大 而且你還可以發現它的跑車儀表很熱血 但是它的液晶螢幕 少了觸控顯示的功能 我覺得應該算是這一台車 稍稍一點點的小缺失 除此之外 它真的很好玩